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春号南味豆腐乳由此诞生 他叫潘福祥 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长春号南味豆腐乳的第七代代表性传承人 今年79岁 好年了 这都是三个五 也要吃饮料嘛 早已退休在家的他 今天要来点黄豆 做些南味豆腐乳存放起来 这黄豆腐乳干肉 不是东西呢 这可以 东西的豆腐吧 东西的豆腐是产量 大家的产量高 可以的豆腐 我都炸着的 好年约哦 三个五 三个五 不选贵 才二十斤嘛 腐乳是以豆腐为皮子 进行加工发酵的大豆制品 所以制作腐乳的第一步就是做豆腐皮 黄豆经过筛选 淘洗 在清水中浸泡8至16小时 而后 用石墨碾磨成浆 大火迅速煮沸到100摄氏度 加入适量的盐卤水 匀速搅动 使豆浆与盐卤水充分混合 形成豆腐脑 倒入模具 攀平 包紧 盖上木板 压上石头 直到不流出黄浆水为止 豆腐皮做好了 就划成大小均匀的方块 依次排开 接下来就要开始腐乳的制作了 第一步是前期发酵 让豆腐皮利用空气中的毛霉菌 自然接种 要求温度在10至15摄氏度 发酵10天左右 直到长出菌丝 在毛霉菌的作用下 豆腐皮表面长出白色的毛霉菌丝 将整个豆腐皮包裹起来 使它与空气隔绝 以保证后期发酵的顺利进行 把多种香料放在一起捣碎 做成香料粉 放入适量的盐 调拌均匀 将长满毛霉的豆腐皮 均匀地裹上香料粉 放入坛中 加入特制的料酒 就进入后发酵期了 这是长春号南味豆腐乳 风味形成的关键时期 一般需要持续发酵一年以上 风味才能形成 南味豆腐乳 国民思念南味就叫做臭 要臭就说它就缺盐 别是人的颜色 人家用十斤盐 你就只用八斤盐 长春号南味豆腐乳 属于臭腐乳 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浓烈的臭味 但是吃起来却很香 在长春元号时期很受欢迎 但是到了1956年公司合营 改名为彭山县酿造厂 浓烈的臭味就逐渐不被人接受了 好多年纪一吃了就发肚 最后我就把它改进 我就把它改进 首先从眼睛上做手 提高眼睛的分量 所以我来搞了几年 只要形成一块贵乳 一吃一口就是一种香味 这样的 但是牛味一躲起来 好像闻到有一股臭味 但是臭味不是那么凶 因为是老少街 2000年 潘府想退休了 也就是这一年 长春号南味豆腐乳遭遇了危机 在加工生产的点价环节 工人调配的盐乳水浓度过高 导致做出来的豆腐皮太硬 发酵出来的豆腐乳不合格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至此 彭山县念造厂 开始走下坡路 后来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于2008年停产关闭 2009年7月 长春号南味豆腐乳 被四川省人民政府 正式批准为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 2014年 潘府想被认定为 长春号南味豆腐乳 第七代代表性传承人 我想不能把这块产品 丢失了 但是 带你儿子出去搞了三年 二十二年 随着后头的约翰成长一家 人工工资长一家 根本就趁着你的规模小 你承受不起了 算了 就不做了 盘四永是潘府想的小儿子 和父亲伴唱的十几年里 他学会了长春号南味豆腐乳的制作技艺 小厂关闭后 他就外出打工了 潘府想今天和他视频连线 想问问他 还想不想继续这门传统手艺 你还想不想继续这门传统手艺 继续这门传统手艺 老的年龄子最辛苦的三男孩 打铁拿船最豆腐 你啥正确的 头有大倦小的 现在钱你不好 那有啥主意 你最终你还是靠自己经营 那的真正 是 走 好 好 拜拜 做这一行你要想发财 可不可 但是可能炒饭 做好没有问题 要坚定自己的标准化的生产 要有战争的生产 才做好这一行 都说味道是可以延续的 在成都一环路水连河路边的一个老小区 有一家面馆 人一多就坐小区的院子里 一碗碗筋道弹牙的面条加入了窗位特有的鲜香麻辣 哨子很有分量 味道也很醇厚 老客一来就会先找位子坐下 正在享受这红汤白面带给你的味蕾圈子 再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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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什么加月 六月加个月 加个月 加个哪 回国加回国再加盘 回国加回国再加盘 回国加盘 加双方回国 整个是属于第一代夏天工的 赶紧大办 那是单位上分的房子 就申请 破钱开店 然后开了那个面馆 但我们的时代开面馆哈 使用你手诚信 质量保证 材质都好 那么住在开店你辛苦点去 这得劳钱上的肯定在劳钱 做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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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趴点 大山趴点 大山 小山要按一点 我一直就是全位 这个看大碗面 是由于要最早用一碗 是用吃碗 但吃碗成本高 既然我要打烂碗 人家那个铸碗那个城 由于满人士用它碗是 用了碗还不错 但我一直用 他就做不动做不动就垮了 不见的 别到现在就用这人最流行的 所以见这些新碗了 所以我还是喜欢人家老的用碗 啥子 啥子 这儿有啥推荐吧老板 推荐现在三月晚了 会是分散留着 烧热烧气 鸡炸 回锅看你吃啥子 全位面馆的标配 大多不会单纯 在吃客随心所欲的要求下 各种附加在一起的肉烧 产生出的另类效果 使面条提升了高度 吃出了豪气 树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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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做資格的 做緊扮 做好的 品質是肯定好的 我的菜質都很好 那麼我做菜我想說 我當時沒計成本的嘛 我就想說每碗麵也要求八十好看 這個人家買主吃到也滿也覺得八十 這個也不要我的利潤博得來 就全靠規模 如果每天買這個規模 賣了家還要倒車分 恰恰 就由於我這種品質 我的規模就上去了 而且我這碗麵 我的麵到現在為止是 隨便吃不夠 有隨便再來 二十多年來 劉哥家的麵一直都是隨便加 劉哥家的哨子也很全 但在他家也有局限 那就是只有麵條 其他的通通沒有 他們有勺子麵 真是很薄啊 我現在就是劉嘉宇 這個就拿起勺 我家那我就家勺 在你家吃到麵條 你家吃到麵條 你家吃到麵條 你會吃到麵條 我家吃到麵條 你會吃到麵條 我家吃到麵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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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倆說嘛 早上七點開就 下午兩點半 就結束了 下午還要炒勢子 就這樣炒蕉子 相當的弄 因為我們老家保son柴子 保證每天這個貨物要新鮮 已經到今天為止 我所有進貨渠道 到現在的時候我每天清智也拿 開了20多年 現在如今眼看 你開個面貨你賺不到錢 我走到青天了 這工人去更多我的 別動我還我們人口子帶到他們 我們人口子等於不算錢 每天我就一開門我就還輸錢 說我這兒工人他們都出來 這裡買主導送給老闆口來輸 我還輸啥子 輸啥子就把他們的費用做到 因為我就只做半天 那種營運 我小子那種不做全天 就害怕影響居民休息 下半天下半塊 我們哥已經關門了不影響人家 那麼住這麼久就不可能下午再住了 所以走到今天啊 人好不是說我們的覺悟好高 真的是人走到今天你住人 就這樣子就這種責任了 社會責任 家庭責任